我們之前曾經也遇過說 一個孩子發燒 然後全身皮膚出疹子 後來我跟他說 這個看起來像是 結果隔了三天之後 他爸爸回來說 會不會診斷錯誤 我們這個上個禮拜是有動物園 沒錯 可是 在動物區跟企鵝圈 因為他就覺得心紅熱 就一定要有接觸到星星 那另外一個 我們偶爾會遇到的就是氣喘 那阿嬤就很生氣 就說別的診所 別的醫院都說 我們的孩子有氣喘 他們的心裡面就覺得 氣喘是一個不明慾的疾病 就一世人亂爬 他就帶來說 我的孩子從來沒有呼吸急促 也從來沒有聽過 咻咻聲 也從來沒有聽過這個聲音 後來我就跟他說不對 小孩子的氣喘 其實不見得要有喘 也不見得要有呼吸急促 你常常 然後一次感冒超過兩個禮拜 竟然還在咳 其實就有氣喘的可能性 其實這都是名詞上的差別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個 一個小寶寶其實才出生五六天 然後他就說剛出生的時候 皮膚白白胖胖嫩嫩的很漂亮 怎麼四天五天之後 開始出現紅疹 上面還有一點點白色的小濃頭 感覺上擠出來就好像粉刺那樣子 那我就安慰媽媽爸爸阿公阿嬤說 這不要緊張 這應該是 一講獨性紅斑 那個每個人的表情都不一樣 阿公 所以你是說有人下毒嗎 我們不可能 我們不會做這種事情 然後阿嬤就很有經驗的長者說 你不要亂說 這應該是媳婦 那實際上我們當醫生就知道不是 這獨性紅斑大部分都是 孩子在媽媽肚子裡面養水 出來外面接觸到外面的空氣 不適應的一個 三天之後孩子又回來了 一家族人也回來 他說皮膚整是稍微好一點的 結果眼睛泡泡腫腫的 下巴臉頰也泡泡腫腫的 這一看就覺得我告訴他說 媽媽你是不是喝東西喝太多 給孩子喝太多奶 水分進去太多或是尿尿太少 媽媽都說沒有 這阿嬤就說 有啦 因為這獨性紅斑 我去問人家 他說是胎兒胎毒胎活 太多所以我又買 最有效去火的 這麼少喝椰子水 五天六天大的孩子 你就給他喝椰子水 而且是媽媽不知道的情況 偷偷為他喝椰子水 我就跟爸爸媽媽媽媽媽媽說 拜託 你這個自己會好 不是喝椰子水好的 接下來幾天 你如果再繼續喝椰子水 他腎臟搞不好還會出穩 我們之前曾經也遇過 小孩子腸病毒 那大家都覺得說腸病毒發燒 帶來看 嘴巴破 如果手跟腳有疹子的 我們說你是腸病毒 但是這個叫手足口病 手的疹子 腳的疹子 加上嘴巴破 那如果你只有嘴巴破 結果手腳沒有疹子的 我們叫 我之前也曾經遇過說 孩子帶來了之後 發燒真的嘴巴破 手腳沒疹子 我還是跟爸爸媽媽媽說 這個是腸病毒 但是隔了三天之後 疹子出來了 阿嬤就說 陳醫師 你也差不多 我剛發燒就帶來給你看 然後結果吃了藥以後 不但燒還沒好 你為什麼開一個藥 害我疹子越長越多 我就說真的冤枉 我那個有那個照片 真的是越來越多 我就說不是因為我的藥物 讓你的疹子越來越多 你的孩子一開始喉嚨破 手腳還沒有疹子出來 可是會不會出來 真的不一定 那該出來的就應該會出來 也不會因為我的藥物 把你的疹子壓住 就不冒出來了 那你開這個藥是要吃什麼 它都會發 其實腸病毒 我是家長的就是對 它都會發你給它吃什麼藥 瓜哥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其實腸病毒真的沒有特效藥 那我們開藥的目的是什麼 因為它嘴巴好痛 痛到東西吃不下 我開一點藥物 讓你嘴巴不要那麼痛 好歹喝水可以喝一點 好歹東西可以吃一點 所以你要之前講說 阿嬤這個病 明天還會嚴重 後來可能 但是我這個肥的優勢 讓你沾是吹也會痛 對 這個就是我後來學到的經驗 像剛剛那麼嚴重的皮膚疹 我就要開始跟他講說 阿嬤 這個疹子基本上 一個禮拜會慢慢消退 但是我要提醒你 如果你的疹子出了這麼嚴重 很多腸病毒的孩子 其實我好怕他一個月之後 又跑回來跟我說 陳醫師 你看 你的藥物 未來他不會找你 兩次他就不會找你 你去找就不好了 你去找眼鏡好了 不要去 結果到眼鏡 他差不多快好了 還是這個醫師 比陳醫師看 醫學上常常都會這樣講 最後一個醫生永遠是最神 前面的醫生都是 結果後來他有掉指甲嗎 有 真的指甲就裂開 然後有的時候會掉 那個也是只能等他自己好了 其實後來我都覺得 在一開始的時候 好好的把後續 可能出現的變化 跟家屬講清楚 反而會減少以後出現的誤會 疾病失控 這些可怕的傳染病 竟然會致命 以前傳染病 如果大流行的時候 因為交通不發達 沒有飛機 沒有輪船 了不起最慘的情況 就是這個村落 但是它至少不會散播出去 那現在因為飛機輪船 真的非常的盛行 所以其實旅遊的時候 都很容易帶回來 包括我們最近在講的 麻疹 麻疹其實 日本有 菲律賓有 越南有 全球幾乎都大流行 菲律賓甚至於 死了一百多人 超多 那德國麻疹 日本也有 所以最近的新聞報導都說 如果你要去日本 不只要擔心麻疹 你要擔心德國麻疹 我們來看看這個 麻疹跟德國麻疹 當我們得到麻疹的時候 其實你出現的可能是 類似感冒的症狀 咳嗽 流鼻水 眼睛紅 發燒 出疹子 然後它最大的一個特徵 如果醫生不靠任何檢驗工具的話 麻疹 我們在臉頰 口頰裡面 這個裡面的紅色的肉上面會有一個叫 科士斑點 說真的這幾年我們很少見到 但是在當年大流行的時候 每個人嘴巴翻開 裡面紅色的肉上面就好像灑上了鹽巴 就是科士斑點 那德國麻疹呢 也沒有什麼太大的症狀 就是發燒 你會覺得 但是德國麻疹 如果真的在 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因為孕婦得到 很可能造成胎兒的畸形 那麻疹如果是孕婦得到呢 相關性就比較沒有那麼大 初期得到可能是 中期得到好像還好 但是在快生的時候 你得到麻疹 小孩子生出來 因為沒有抵抗力 還是可能得到一個叫 剛剛李懿說 他在家裡不出門 抱歉 麻疹 號稱 空氣傳染 換句話說 如果你下去下面信箱拿個信 你回來坐個電梯 可是這個電梯 剛剛進來過的人 有得了麻疹 你自己也可能得 他在潛伏的時期 你說我沒有症狀 我出去到處爬爬罩 其實還是有可能有傳染給別人的能力 所以根本就是防不勝防 最有效的預防方法 還是打 預防針 剛好麻疹 德國麻疹跟腮線炎 它是三針 一針就解決了 所以其實會建議說 1981年以後出生的人 因為沒有經歷過當年大流行的年代 你大流行的時候 幾乎每個人都得過 每個人身體都有抵抗 有免疫系統 沒有經過那個大流行的年代 如果可以的話 可以再普打一支麻疹 塞性眼德國麻疹 那如果你預計要懷孕 其實也應該先把德國麻疹的疫苗 先打一打 才不會說我真的懷孕了之後 真的得到德國麻疹 然後就出人命 小胎兒就出 我以前也曾經遇過 一個一歲的孩子 來 媽媽就說他好癢 全身就像猴子一樣 東抓西抓 永遠都不停下來 然後我一開始覺得說 這看起來可能是過敏 開了一些抗過敏的藥給他 結果隔了一個禮拜回來之後 不對 更紅 更癢 那我們仔細找 他的確是在這個手指 這個指縫的這個位置 其實藉從他有一個特色 他是會 所以我們會在上面是看到一個 紅紅的 小小的 叫做 蟲穴道的東西 那其實我們醫生 只要聽到一個人是戒瘡 或者說他可能是戒瘡 我們第一個動作都是會 因為其實這個傳染力 是真的是很強 我就提醒媽媽說 上次我覺得是過敏 這一次看到這個痕跡 那我應該是戒瘡的 可能性比較大 開了這個藥膏 藥水給你 回去真的每個細縫都要塗 對 因為 所以包括你的什麼肛門縫 那些真的比較細微的地方 能塗的都要塗 塗了兩個禮拜 這個孩子好很多 但是再隔一個禮拜 爸爸媽媽跟姐姐 得到 之前有遇過一個 六歲的小男生 好來 媽媽掛號 然後進來診間 主要是說 這個孩子今天 這個寫功課寫到一半 一直跟我說 他耳朵很痛 那其實耳朵很痛 我們腦袋裡面第一個想的 還是要擔心是中耳炎 所以我們拿著那個耳鏡 看了一下他的耳朵 我就想起來了 這孩子從小我看到大 每次看耳朵裡面都有一塊耳屎 那那塊耳屎 其實我從小到大 我一直都想要幫他清掉 然後孩子一直 每次我一看 他就躲著躲著 就是不讓我碰的感覺 那我跟媽媽說那兩個做法 一個做法就是 我幫你把耳屎清掉 我來看看裡面有沒有中耳炎 那一個做法 如果這孩子很掙扎 不想給我看的話 那算了 沒關係 我開藥回去 就當作中耳炎來治療 媽媽其實是希望 確定是中耳炎再來開藥 所以媽媽就說 好 我出去跟他溝通 所以他溝通完進來 小朋友坐下來說 不要 我還要再想一下 溝通完又進來 我還要再想一下 到最後媽媽受不了了 一進來就 抓住他 醫生 你直接來沒有關係 好 我們就從那個 耳屎的旁邊伸進去勾住 打算把他拉出來的時候 我就覺得那個 手感不大一樣 好像是一棵大樹 樹根很深耶 抓不起來 抓住 怎麼拉都拉不開 那所以我就在 這棵耳屎的四周 都稍微切進去 然後釘進去之後往外拉 再拿那個捏子拉出來 超大的 超大的 對 太大了吧 他這就一整坨的耳屎 從小寶貝到大 到六歲的時候 被我拉出來了 我看了一下耳朵 沒有中耳炎 我就說媽媽 這塊耳屎這麼龐大 也有可能他洗澡的時候 水浸潤進去了之後 他就覺得耳朵痛 那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我那一天在講話 媽媽在跟我對話的時候 那個孩子 耳屎已經拉出來了 他一直轉頭跟媽媽說 你從小都戴著一顆耳塞 在聽人家講的話 現在清出來了 他當然聽得清楚 半年前我去那個 柬埔寨驗診 那一去的時候 我就先打聽過了 就告訴我說 去那邊都真的要很小心 那飲用水盡量喝瓶裝水 然後我自己小心到 連那個刷牙漱口 我都不敢用那個 水龍頭出來的水 刷牙漱口 我都還是用瓶裝水 那我一邊看一整的時候 其實外面是一個窗戶 那當地的居民 就在當地的草叢裡 草地上 上廁所 那我也不是故意看 只是他們就看我的表情 就覺得 你幹嘛偷看我 你跟他們說 就好像是習以為常的事情 那我那麼認真的 小心的在飲用水方面注意 其實一直到倒數第二天都沒事 結果那一天 一整結束之後 那大家就說要喝飲料 我們其實還是買瓶裝的 就是那個啤酒 那啤酒大家去拿... 剛好我去拿的時候 抱歉 冰啤酒沒了 只剩不冰的啤酒 他們就說來... 有冰塊... 那我就喝啤酒加了冰塊 隔天一整一邊看病 一邊覺得很想上廁所 趕快趁著空檔跑到廁所 廁所有三間 但是只有一間有門 然後兩間沒門的 已經有人在那邊等了 一間有門的 更多人在排隊 看要遠遠的有一棵大樹就... 那一樣去找出 跑到那個樹的後面去 結果... 不好意思 那我想說好吧 沒關係 路徑隨俗 只是蹲下來的時候 旁邊跟我打招呼的 都是前幾天看 我在偷看他的那些 那當時我一直以為 反正全世界 在台灣其實很多 諾羅病毒的感染 包括上個禮拜的新聞說 全台灣有 14萬人因為諾羅病毒 去看醫生 我當時一直以為是 諾羅病毒感染 那我想說拉個幾天就會好 結果還繼續拉 後來我才自己去查資料說 東南亞要小心 大腸桿菌 跟 曲狀桿菌 那曲狀桿菌這個東西吃下去呢 你會有一點疲勞 累 痠痛 發燒 然後後來我還是吃抗生素 才會好 不過我要提醒我們這個台灣 在流行的這個諾羅病毒 諾羅病毒其實 如果你家裡面常常一個人 酷 拉 再過幾個小時 爸爸 媽媽 姐姐 大概也都會全部淪陷 所以如果你在清理這些孩子的 這個嘔吐物或是糞便的時候 可能戴個口罩 而且清理完之後 手要洗乾淨 盡量不要說清理完之後 又去拿東西吃 你自己也會得到諾羅病 氣喘 遺傳機率 幾乎是百分之百 我們全家都有 對 遺傳機率非常高 那比例上來講 如果爸爸媽媽其中之一有氣喘 大概小孩子有氣喘的比例 大概百分之四十 但是如果爸爸媽媽兩個人都有氣喘 小孩子有氣喘的機率 大概百分之七十 那如果爸爸媽媽有氣喘 生出來的老大有氣喘 那老二幾乎是百分之百 其實外國的研究 鼻子過敏跟氣喘是同一件事 所以如果你有鼻子過敏 那你算起來大概有百分之九十而已 因為小孩氣喘的機率 就真的很高 我們家也就是這樣 我之前有遇過一個五歲的小男生 那他說咳嗽咳了兩個月了 白天不大渴 晚上特別渴 他坐在我面前 他那個聲音很大聲 對 這氣喘一聽 對 要嘛就是花生米卡住 要嘛就是氣喘 這個年齡有東西卡住 照道理會講了 所以我就跟這個阿嬤說 阿嬤這個應該是氣喘 氣喘跟遺傳有關係 阿嬤一聽到遺傳有關係 說沒有啦 我兒子以前都沒有氣喘 這樣應該是媳婦啦 可是我後來說 我們也不能誤會媳婦啦 仔細一問喔 爸爸跟媽媽的鼻子都過敏 而且氣喘 大家都以為一定要喘的 不能呼吸才是喘 結果爸爸小時候就是常常感冒 常常咳嗽 晚上特別咳 那阿嬤都講說 你這個感冒不好而已 不是氣喘 實際上他爸爸也有氣喘的體質 那這樣兩個加起來 到孩子就幾乎比例上是非常的高 之前曾經有遇過一個 十一個月大的小男生 他其實來看門診 大部分抱怨都是說尿部疹 因為孩子包著尿部的時候 悶住裡面的酸鹼值改變 這個常常紅屁股 他的屁股比較嫩 那偏偏保母有的時候忙 一次帶兩三個孩子 換尿部的時間又比較沒有辦法 馬上尿尿就馬上換尿部 所以其實屁股有的時候 尿部疹都很難好 甚至有的時候大便 黏在屁股上 你用水沖 沖不掉一撥開 還有一個傷口在上 有一次他拉肚子 然後整個屁股就等於是 浸在那個糞水裡面 到我們面前看病的時候 高燒39度多 可是重點是我覺得很奇怪 他右腳不敢動 左腳活動都很好 可是右腳就好像 隨便一碰就會痛 然後我摸他的時候 已經不是那種皮膚跟肉的手感 有點像那個 保麗龍按下去的那種感覺 我就說這個應該不大對勁 結果我就把他轉去 我醫院的老師那邊處理 老師聯絡我說這個孩子很奇特 這是什麼東西 他就是細菌從這個傷口 再往下面鑽 鑽到下面的深層組織 鑽到它的筋膜 甚至可以沿著筋膜擴散 那實際上尿布疹 轉成壞死性筋膜炎的機會不大 但是只要你一聽到壞死性筋膜炎 這幾個字 幾乎來講就是 天啊 就趕快送去外科手術開刀 開刀之後 把裡面的那些髒東西全部清掉 你還可能不能馬上把它蓋起來 因為細菌可能還會重新再滋生 所以你還要放一支引流管在裡面 然後蓋起來的時候 隨時每天看裡面的那個膿 有沒有流出來 就因為這個情況 這個孩子在家戶病房 住了兩個月 才11個月到怎麼可能受死 腿有救回來 腿後來活動還算正常 但是那個爸爸媽媽也是很煎熬 一定是媽媽的體質 我之前有一個媽媽 她抱著她滿一個月的孩子 來診所打預防針 其實這個時候 媽媽也還有一點點虛弱 因為她剛做完月子 然後婆婆也來 爸爸也來 媽媽主要在問的問題就是說 這個小孩子喝奶的時候 鼻子會有一點咕嚕咕嚕的 她問我說這是不是感冒 我就跟媽媽安慰說 孩子年齡這麼小 他的鼻道真的比較狹窄 如果有一點點的小阻塞 甚至有一點鼻屎在裡面 或者一點點鼻水 可能聲音就會讓你聽起來 像鼻塞 這種不應該算是感冒 然後媽媽還特別問了一句話說 那你覺得會不會是過敏 但是我就說 媽媽現在講是不是過敏 還是太早了 這個孩子如果要過敏 我可能這個一歲半 兩歲過後 再幫你判斷好了 可是我就很雞婆的問了一句話 我說 爸爸媽媽有人鼻子過敏嗎 可是接下來媽媽沒講話 爸爸沒講話 爸爸婆婆就說了 他們家 那個 老大四歲也過敏 應該是 媽媽家裡有那個體質 那邊的 那邊應該有這個推進 對啦 這句話 真的讓媽媽現場 就在我面前翻了白眼 爸爸在後面 婆婆在後面也沒有看到 因為媽媽心裡面 應該是真的很氣 你看 怎麼說我們要把打個預防針 解釋完就算了 為什麼要多問這句話 媽媽這時候就講了一句話 就說 我先生每天早上起床都有打噴嚏 可能我婆婆都沒有看到 下一次 找個時間掛個號 再給陳醫師檢查看看 是不是我先生鼻子過敏 然後我當時我就不敢講話 我說媽媽那今天檢查很正常 我們趕快到隔壁去打預防針 之前 爸爸媽媽一起帶 這個小朋友來看病 這次沒有婆婆了 然後爸爸一邊看病 爸爸問了一句話 就是閒聊 他說 陳醫師 你家小朋友上學都是誰送 送去上學 他是自己上學的 還是爸爸媽媽送 我說我們要陪他等校車 所以就是我就說 誰有空誰陪他 誰有空誰送 結果爸爸就推了一下媽媽說 你看 醫生都說 誰有空誰送 你在家裡閒閒的 之後應該是你來弄 他就這樣講 好 那媽媽沒有翻白眼 但是 接下來我們的問題 很難繼續下去 看病的過程中 我也不敢多講話 我怕多講話就會出事情 你這個診所 怎麼都碰到這麼驚嚷 對啊 醫師好難 剛剛 這個醫師好 醫師好難 他真的開口 不過其實診所 一天看這個幾十個病人 真的會遇到難免幾個 這樣子的情形 那隔了幾次 媽媽就是自己帶小孩來 媽媽就是真的 滿肚子的苦水就要講了 他說 陳醫師 你想想看 吃完飯 大家的鍋碗瓢盆 就放在水槽裡面 誰洗 就是媽媽洗 然後衣服不是 不管他 他就會自己洗好折好 這個一天 兩天 三天 他說他要丟去洗 而且他覺得最難的一點就是 帶小孩 帶小孩是非常非常的累的 所以甚至於他婆婆 有的時候都跟他說 你嫁給我兒子很幸福 都在家裡閒閒的 他會覺得說這個媳婦在家裡面 好像就是 不用工作就是沒事做 那其實我都會呼籲很多爸爸媽媽 所以其實帶小孩 反而是裡面最累的一個環節 如果你當爸爸的人 你覺得說媽媽在家裡面閒閒的 你只要早一天 你把這個孩子拿來自己帶 帶個三個鐘頭 四個鐘頭 你就會覺得去上班 非常非常辛苦 我們的電腦病例上面 其實每個病人都有一個 特別記載 有一個三歲的小男生 他進來門診以前 我就先看了他的特別記載 上面寫了三個字 所以他進來之前 我就把口罩先戴好 然後養成習慣 眼鏡也把它擺正好 護目鏡 然後再來那個嘔吐的桶子 隨時準備接著 就先擺在隨手可及的地方 進來我就每個動作非常小心 但是他真的一進來就開始哭鬧 那種樣子就是隨時想吐的樣子 我第一次壓下舌頭 看到喉嚨有一點發炎 我就迅速把口罩 那個壓得很容易吐的 對啊 然後我就跟媽媽說 這個喉嚨真的有點紅紅的 這個大致上來講 應該是病毒感染 媽媽就說 醫生 你要幫我看仔細一點 你幫我看看喉嚨底端 有沒有破洞 然後我就再把它看深一點 然後看深一點的時候 我桶子又拿回去 而且我身體還往後退了一下 因為我真的很怕阿兔 好險他一直哭 但是好像沒有什麼想吐的感覺 我還是不死心 因為那三個字一定是有道理的 我就跟媽媽說 媽媽 那個桶子麻煩你 幫我拿著一下 然後我就轉身開始打 過了一分鐘之後 孩子繼續哭 媽媽可能是覺得沒事了 他真的桶子就放下來了 一放...一放就... 吐臉上 碗發型的 他馬上看 馬上吐 都已經過了兩分鐘 三分鐘才吐 所以他是從側面 頭髮也是 耳朵也是 那我們以為眼鏡有用 不好意思 他從旁邊吐 我後面是水槽嘛 媽媽一直在跟我道歉 我就把眼鏡拿下來 口罩拿下來 口罩裡面都是吐 然後一邊說 媽媽你在講什麼 耳朵裡面都是嘔吐物 那你還沒有做這個動作 這是游泳游泳是不是 吞到裡面去了 口罩裡面有灌滿吐 我就上去另外一個房間 至少頭髮稍微擦一擦 耳朵稍微擦一擦 下來雖然現場清理乾淨了 可是我一整天 都聞到一個很臭的味道 在我身上 對 更慘的是 我隔天也開始吐了 這就是被他傳染啦 那個病毒進來到我身體裡面 所以我就在那個很會吐 後面括號想 非常會吐 以前是小科 但是我們會被派到其他科 去再做一些比較特殊的訓練 有一次我去皮膚科 那皮膚科的主治醫師就跟我說 陳醫師 你來這邊 如果只是跟著我看門診 其實你也沒有能夠學到什麼東西 那如果待會兒有些病人 你先做一些 初步的檢查 檢查完之後 我們再來討論你的看診方式 跟這個學習一些東西 結果我就自己一個診間 那媽媽帶著一個14歲的女兒 進來看病 媽媽主要說 這個 嘴唇上面有出現一些黑點 那黑點感覺上很像那個黑芝麻 再加上那個海苔 就吃完沒有擦嘴巴 黏在上面那種感覺 那我就養成習慣說 除了這裡有黑點 有沒有哪裡有黑點 然後這個順便問他有沒有什麼 咳嗽流鼻水 全部都把它仔細的問一問 那我就跟媽媽說 那我們等一下會幫他做個 那媽媽嚇一跳 女兒也挖了一聲 那媽媽就說 我一直以為皮膚科 就只是看一看而已 我們還有傳言說什麼皮膚科醫生 這個第一眼看不懂是什麼東西 以後就看不懂了 然後我說沒有沒有 我們想說還是仔細的檢查一下 比較放心 那其實後來 我還真的幫他做檢查的時候 那個小女生挖挖叫 扭來扭去 因為他根本沒有 那做了這個肛門的止診 發現進去大概六七公分的地方 還真的摸到一個腫塊 因為我們這個訓練 本來就在講說 如果嘴唇上面有這個黑點 我們要想到一個叫做 叫做PJ症候群 他就是如果你的嘴唇有黑點 腸胃可能也有息肉 他也可能會轉成這個癌症 我就把這些檢查全部做完 就拿回去跟這個皮膚科醫師 互相討論 皮膚科醫師就 學弟 這肛門止診 通常我們都轉去腸胃科做 我們皮膚科都不會做 不過既然你已經做了 那就做了 我們接下來就安排他 做進一步的檢查 後來因為這個疾病 會有癌性也有 他爸爸那邊的家庭 也有很多人有同樣的症狀 借磅秤量重量 大家想說一定會覺得說 沒錯 就是我家裡面沒有體重劑 我去診所醫院借個體重劑量劑的重量 我也看過 抱歉 故事不是這樣子 以前我們要開診所 大家都說我們開診所 最好的幾個地點 那個站牌旁邊 學校旁邊 菜市場旁邊 大家都說小兒科 就是這幾個地方人潮聚集很方便 沒錯 結果我學長他就真的去找了一個 菜市場旁邊 每天例如說早上大概11點左右 阿嬤兩手提著菜 小姐 你那個洗手台在哪裡 那我們診所很難去擋人說 你要進去幹嘛 就說洗手台在那裡 結果他去洗手台 把剛剛買的荔枝 把那個梗全部剝開 又把它放進自己的袋子裡面 然後又提出來說 小姐 你有磅秤嗎 這個我們那個護理人員 當然心裡面就想說 磅秤就是量那個小baby的 你又沒有帶小baby 可是我們還是說 磅秤在那裡 拿過去 荔枝秤秤秤 那個 牛肉秤秤 小姐 你這個磅秤是有準還沒準 我們當然會告訴他說 有啊 有準啊 有準啊 他說這樣不對 這個剛剛買肉的時候 我明明是買半斤 他為什麼只給我六兩 他拿那個兩小baby的磅秤 拿來秤他去菜市場買來的菜 所以我的那個學長就告訴我說 學弟以後你開診所 人家說菜市場旁邊 你還是要稍微選一下 不要太誇張了 再講一個另外一個 我自己遇到的 這大概是半年前的事情 我那個看門診看一看 想上廁所我就叫了暫停 就去廁所 我覺得人生中最悲哀的事情 就是你上完廁所 發現沒有衛生紙 我只好自己處理了一下 就叫我診所的副理長進來 我說 我們以前是不是說 這個放衛生紙有上下兩格 上面那一格放開過的 下面那一格放備用的 兩包這樣合理 隨時補充 他說陳醫師 以前真的是這樣沒錯 但是這一兩個月我們發現 上面那一包開過的都會在原地 下面這一包沒開過的 都會不見 前一陣子的新聞就說什麼 衛生紙大搶購 所以我們診所發現說 有些人來看病 然後下面那一包沒有打開過的 他就會直接把他打包帶走 一個兩個月的男生 來的時候 爺爺 奶奶 媽媽 爸爸都來 阿嬤就抱得很緊 就是包得很緊 抱得很緊 就是很疼的那樣子 我做任何動作 例如說我稍微把胸口包巾拉開 放進去聽 然後才拿出來而已 他說阿嬤那個肚子我還沒有聽 他就下面又塞進去 反正他就是不讓我拆開 他說這個會滑掉 那我就好不容易稍微拆開了 我就看到他肚脊有一點點這個 突出 倒在 我們說叫做 其實就是肚脊的突出 我還沒有聽仔細的時候 阿嬤又包起來 我說阿嬤 我還沒有檢查 你那個肚脊突出 我可能還要摸一下大小 阿嬤就說 這個就是因為打開 風會灌進去肚脊裡面 那個肚脊才會突出來 所以真的打開的時間要快 他就 也不給我太多的時間檢查 那我當然就是初步摸一下 伸手進去還要蓋住 這只差沒有叫我戴手套而已 我說這個大小 兩公分以內 兩歲以前 應該可以自己好 所以不用太擔心 結果在下一次來的時候 還是阿嬤帶來 然後這次我大概知道了 我大概不能拆開 我就伸手進去摸 想說有沒有癒合一點 然後我就說 這個硬硬的東西是什麼 阿嬤就說 那個土材如果突出 要用硬幣蓋住 那個蓋久了之後 肚脊就會縮進去 我就說這個我真的有聽過 但是這個方法沒用 因為基本上你如果蓋到兩歲 本來就會自己好 也不是你蓋在那邊 然後我就說你這個硬幣很特別 這個怎麼可以找得到這樣子的硬幣 他說長輩說一塊錢太小 五塊錢 十塊錢 五十塊都不夠 他去找那個清朝的 龍銀 特別說用龍銀蓋在這邊 他認為說這個蓋的時間久了 他就會肚脊凸丟就會縮回去 實際上這也是謠傳 大部分都會自己好 就算你蓋了時間久 好了也是自己好的 而不是你蓋住表 之前有一個九歲的小男生來的時候 他就是手一直捏著捏著 我跟他說 你在醫生面前可以放開給我看了 他說還在流血 還在流血不能放 結果打開 就兩個這個小小的尺痕 然後他說看起來像是松鼠 松鼠咬傷其實處理大部分都一樣 如果年齡太大破傷風效果沒有了 就補打一下破傷風 可是他一邊講話的時候 我就看到爸爸提著一個 那個不透明的袋子 裡面有東西在動 原來他們這個去公園裡面 然後那個可能有幾隻松鼠 那小男生就覺得說 手上放個麵包 然後讓松鼠吃 就好像電影情節 好像很溫馨 還叫爸爸拍照 結果那個松鼠吃了他的東西 還順便把他手咬了一口 爸爸很緊張 又想說毒蛇咬傷 是不是要把蛇打死 帶去給醫生看 然後松鼠咬傷 他就真的去抓 那我就說這一隻 這個袋子裡這一隻 是咬到你孩子的那一隻嗎 他說沒有啦 那個現場有三四隻 咬到的那一隻 好衰喔 你會不會抓到人家兄弟姐妹 對啊 無奴 幹了什麼事 重點是那個塑膠袋 不是透明的 我就想說松鼠咬傷 管他你長什麼樣子 治療方法都一樣 可是你就那麼認真地抓來我現場 我一打開 等一下他跑出去 我還得要處理 所以我也是很 然後就跟爸爸說 這個處理方法都一樣 我們的孩子 以前有打過破傷風 照道理現在還有保護能力 不用 那你說鼠疫這些疾病 現在的環境好像也比較少 可是我們這幾天多觀察 然後也請他三天之後回來追蹤 最後還跟爸爸說 那隻松鼠你要善待他 要把他回去放 之前在大醫院 就跟著救護車去外面的 婦產科診所 把一個今天才生出來的 早產兒接回來 那早產兒 緊急早產只有28週 1千100克 就是兩隻手捧起來 就是小小一點點 那因為救護車上面什麼設備 也都不是很多 很充足 所以我就跟救護車司機說 我們一上車 一穩定下來你就趕快開車 雖然只有20分鐘的車程 要嘛就是呼吸不穩定 心跳不穩定 血壓不穩定 所以血氧濃度也調整了 然後強心劑 生壓劑 也在路上一直給 好不容易20分鐘的車程 回到醫院裡面 趕快把他送上去 新生兒科加護病房 然後就交代那個護理人員說 S光機趕快上來照S光 然後所有的設備趕快弄 我就趁著那麼一小小的空檔 衝進去值班室喝一口水 結果才喝第一口水 那個門就敲起來說 陳醫師它血氧濃度又開始掉了 我衝出去 其實我剛剛把它放到床上的時候 血氧濃度還有98 結果我就再喝一口水 再衝出去血氧濃度掉到70 60 再往下掉 那這個時間點 其實我大概只有三分鐘的時間 要趕快想出它的原因到底是什麼 我如果沒有在這三分鐘裡面想出來 它接下來心跳跟血壓都會開始有影響 那其實我第一個想法是 有沒有可能我放了這根氣管內管 那我如果趕快決定趕快拔出來 其實我也要在三分鐘內 把氣管內管重新再放一支新的進去 那那根氣管內管多小 它的那個直徑是0.3公分 然後我必須要把小朋友的小小的嘴巴打開 然後用0.3公分的東西把從那邊放進去 所以我還在想的時候 我還要趕快把其他的原因也想一想 那氣管內管如果掉了 結果我用聽診器聽 還好啦 右邊肺部還有呼吸的聲音 左邊沒有了 那如果你氣管內管掉了 其實兩邊肺部都不會有呼吸的聲音 那我第二個想法 趕快想說會不會是氣胸 因為那個機器打那空氣進去 有沒有可能把其中一邊的肺泡 就打破掉了 那當我還在想的時候 我忽然間想到一件更奇怪的 因為我當時在放氣管內管 我很限制說 它小Baby太小 它從嘴角放進去 只能放7公分 結果我做了一個小記號在那裡 怎麼那個小記號不見了 原來這個小孩子 其實它的氣管內管不是往外面掉了 它是剛剛在照X光的時候 往內又被壓進去了 那一個人有兩邊的肺部 所以你的氣管內管 如果在正中央 兩邊都可以灌到空氣 結果它往內插 就只進去其中一邊的肺部 那其實那小孩子心跳 血壓都開始掉的時候 我就說好 來 我們把那個氣管內管 往外面拔出來 就拔了0.5公分 它兩邊呼吸音都回來了 血氧濃度也回來了 因為有的時候你在急診室 如果接到病人的 諮詢電話 請我們千萬不要跟病人說 沒事沒問題 因為以前也曾經說 沒事沒問題 結果他在家裡面出現什麼狀況 他會說你們醫生在電話裡面 告訴我沒事沒問題 所以學長姐有交代我們就照著做 有一天半夜大概三點多的時候 其實沒什麼病人 然後電話響 然後就說這個有病人 有些事情想諮詢 一個爸爸一開始口氣還好 他就說那個醫生請問一下 我兒子忽然之間半夜咳嗽咳得很嚴重 怎麼辦 我就想說跟你講沒問題 萬一真的出什麼問題也很怪 我就說聽起來有點問題 你帶來醫院檢查一下好了 然後他下一句就說 他還有一點那個流鼻水 而且流鼻水有一點點血絲 那其實我就都一樣的口氣嘛 我說聽起來真的越來越怪囉 你要不要帶過來檢查一下 然後他說我就知道 你們這些醫生就是想要賺我們的錢 沒事就說沒事 你每個我問你什麼問題 你都跟我說叫我 然後他接下來就講說 你說你說... 今天如果是你的小孩半夜咳嗽 流鼻水 有一點血絲 你會怎麼做 你怎麼做我就怎麼做 他在電話裡面這樣講 當時其實我沒有小孩 但是我就跟他說 如果我的小孩半夜咳嗽流鼻水 有血絲 我會帶去醫院給醫生看 對啊 然後那個爸爸就愣住了 然後他就說 好 你等我 就把電話掛掉了 我一直不知道他講說 你等我是什麼意思 我很怕說我待會看到一半 有個人拿個武器沒有帶小孩來 所以那一整個晚上 我是膽戰心驚在看下面的病人 但是我一邊看也會一邊注意一下 所有的狀況 不然就是看醫師不然怎麼辦 不然他為什麼要打這通電話呢 對啊 因為其實在電話裡面回答問題 其實風險很大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評估到很多東西 之前在門診的時候曾經遇過一個 國小六年級的女生被爸爸跟媽媽帶來 那爸爸媽媽主要在說 他最近這半個月 尿尿的時候那個顏色都很深 就很像他那個紅茶 泡沫紅茶的那個樣子 甚至媽媽還一直問他說 是不是在學校偷喝紅茶 要不然為什麼尿尿會變成這個樣子 結果我們仔細詢問 他還真的沒有什麼特殊變化 除了尿尿顏色深之外 他會覺得最近比較疲勞 比較累 然後好像有一點點的溫度偏高 那我們有觀察 其實我們看一個人的眼睛 黑色的眼珠 白色區域就這樣子 看他白色那個區域 看起來就有一點滑 這個就不大對勁了 或許會跟肝臟有問題 所以抽血我們就檢驗了 最基本的項目 白血球 紅血球 然後什麼發炎指數 肝功能 腎功能 驗一下最基本的檢查 結果發現說 他肝功能數字很高 我們正常大概40左右 對 他 兩千多 很高耶 那這一看就覺得說 再加上他的這個黃膽 他是一個 急性肝炎 那我們就要開始考慮 你有沒有長期吃什麼藥 藥物性肝炎 沒有 國小六年級也不應該喝酒 所以他也不是酒精性肝炎 再來就檢查這些病毒 什麼A型肝炎 B型肝炎 C型肝炎 答案揭曉 他是A型肝炎 那爸爸媽媽都很想說 奇怪了 這到底是怎麼樣 被傳染到A型肝炎 我們再仔細詢問 這個媽媽她是外籍配偶 所以她在一個月前 曾經把這個小女孩 帶到東南亞自己的國家裡面 去看長輩 對 她在那個國家裡面吃的食物 她蚵仔就直接撈出來 加一點蔥薑蒜 攪一攪就吃了 然後螃蟹就直接打開 然後加一點這個香菜 加一點那個辣椒 沒煮熟 沒煮 就是比較 沒煮熟的海鮮 她吃了之後 就開始得到A型肝炎 這A型肝炎是所謂的 例如說我在煮菜 然後我擦屁股手沒洗乾淨 然後又把它剝開 又拿去給你吃 實際上這個病毒 就會從你的嘴巴裡面 傳染進去 媽媽跟爸爸是覺得很奇怪 說這個小女生吃的東西 其實媽媽回去的時候 也都有吃 我們在真的幫媽媽抽了血 媽媽 她小時候在那個國家長大 其實她已經得過了這個病毒 所以她很多人得到這個病毒 就有一點疲勞累 時間度過就算了 可是有千分之一的孩子 或是千分之一的人 得到這個病毒 會變成猛爆性肝炎 這個小孩就是變成猛爆性肝炎 後來幸好另有救回來 皮膚是最大守門員 她在求救 你有聽到嗎 媽媽把她的這個幼稚園 大班的小女生 帶來診所看病了 媽媽一進來就說 她身上長的疹子 很久都沒有好 那我仔細一看 她那個疹子 不像我們想說被蚊子叮 就一點一點一點 不是這樣子 她是混疹 而且是一整片浮起來的 這邊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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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跟媽媽說 媽媽這個一看 應該就是 媽媽自己都點頭 她說陳醫師 你是第三個說 她是蚊麻疹的人 可是之前不管怎麼吃藥 這個孩子就是好不了 有的時候好了一天兩天 又重新再出來 那我就跟媽媽說 好 那媽媽我們可能要考慮 我們平常說食物可能的過敏 說是 然後空氣中可能的過敏 什麼 然後有的時候這些都沒有 還有可能什麼新衣服 新床單 新床罩 住飯店 好多原因都不見得是 百分之百抓得到 我就說媽媽 這一段時間我們避開 但是我們還要多考慮一個東西 叫做 我就說我先開藥 讓你回去吃 三天之後再回診 結果十分鐘之後 媽媽領完藥就來敲門 說陳醫師 我一出去就查梅漿菌了 網路上說梅漿菌會發燒 網路上說梅漿菌會咳嗽 咳很久 可是我們孩子沒有燒 也沒有咳嗽 這就是身上的蕃麻疹 那我就跟媽媽說 外面的細菌或外面的病毒 實際上會把身體的免疫系統 整個都打亂掉 有的時候它會用 尋麻疹來表現出來 所以我請媽媽說 因為媽媽一直很擔心說 我要不要抽血確定 我要不要說 你不要把我的孩子 當作白老鼠來吃藥 我說媽媽 這個抽血這一針 小孩子哇哇叫 又很痛又很不舒服 那這個藥物照道理 壞處沒有那麼多 如果你回去吃了三天的藥物 改善很多 實際上就更證實 我們的判斷沒有錯 那除了要吃藥之外 我剛剛講的那些東西 你能夠避開還是避開 結果媽媽三天之後回診 她說好很多了 以前反覆一個月的疹子 一直都是吃一些抗阻滋安 現在只要把我們考慮的 梅漿菌把它做掉之後 孩子的尋麻疹反而就改善了 考慮的 寶康 心裡 心裡 你 喎 我 人 人